我們二十鄉頂裡面 只有七個鄉頂 有我們的醫生在那裡看見了 因為質詢點除問題 雲林縣牙科眼科診所偏少 而且分布不均 家長也很優感 之前我女兒說突然牙痛 結果去現場她說 說要問說有沒有預約 我說沒有 她說要預約 臨時牙痛怎麼辦 她說沒辦法 這是要等 一等等好幾個小時 我都到朵六來看 因為朵六是屬於都市化 這樣比較好一點 跨得比較多啦 鄉下那麼少 所以你住哪裡 我住雲林 市場 雲林縣一百一十二選年度 小一學童 為治療取齒率高達48.97% 口湖箱 二輪箱 連一家牙科診所都沒有 台西園長四湖水林 也僅有一間 同一學年度 國小兒童視力不良率 達44.46% 雲林縣議員蔡月如說 她是五歲孩子的爸爸 親身體會到眼科超難掛 我的孩子有先天性的一個 眼部的一個疾病 才去掛呢 我們相關的醫療院所的一個眼科 連續掛了三次 才掛上 還有一個方案就是說 如果牙醫師公會來協調 我們的牙醫火藩 可以建立一個 比如說學校 學童她要做這個治療者 集中在某一個時 把類似綠色通道這樣 偏向醫療資源較少 孩童要治療視力不良 或取齒得苦苦等候 雲林縣府目前將研議 透過兒童綠色通道 或學校助診的方式 來提高治療率 三年新聞六月的